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們要下重本 重心打造一台工作電競兩用機 首先我們就要先來聊聊 到底用了哪些零件吧 當然我們就要先介紹我們的CPU 這次我們選用上次影片所提到的 i9 10900K作為我們的核心 相較於上一代的 9900K 8核心16執心序 10900K則是提升到了 10核心20執心序 在核心增加的情況下 時脈也進一步的提高 可以達到單核5.3 全核4.9GHz 對於我這種追求極致遊戲體驗和工作效率的玩家 可說是再適合不過了 可能很多人會以為 遊戲的效能不是跟顯卡比較有關嗎 其實與CPU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如果你的CPU不夠力 那就很容易成為整台電腦的效能瓶頸 所以遊戲玩家在組裝電腦時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一昧地把錢砸在顯示卡 而忽略了處理器的重要性 除了遊戲以外 像我本身也有在寫程式 如果遇到不是仰賴GPU 而是CPU運算的程式 這時CPU太弱就會讓整個執行速度差非常多 例如我之前在舊電腦跑一個訓練集 我跑了兩三天 結果我用公司最新的i7電腦 整只一天 喔不不不不 半天就跑完了 他的四倍的時間 真讓我深刻的感受到金錢的力量啊 不是不是不是 是運算速度的差異啊 所以整台電腦的好壞 與你的CPU是非常有關係的 再來我們來介紹這次使用的主機板 ASUS ROG MAXIMUS 12 HERO 俗稱M12H 滿滿的ROG信仰之外 用料也毫不馬虎 14加二項供電 超大片的散熱模塊 完全就是為了10900K這隻怪獸而生啊 三個M2插槽 5加1G雙網卡配置 同時搭載Intel Wi-Fi 6 真的是規格豪華到不行 記憶體我們這次選擇了 知奇的全新皇家戟 3600MHz的高時脈 配上CL16D延遲 尊絕不凡的銀色加上閃亮RGB外觀 完全就是為了攻頂而生啊 而這款新的皇家戟 比起舊款的延遲更低 簡單來說就是整體的速度會更快 而遊戲體驗一大部分 就是取決於記憶體的速度 因此這組記憶體 絕對是一時之選 接下來是另一個重頭戲 顯示卡 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2080 AMP Extreme 算是2080系列最高階的旗艦款了 豪華的散熱配上帥氣的RGB燈 直接將你的信仰充值到滿點 GeForce RTX 2080強大的效能 你能確保遊戲中多人亂鬥時 都能保持最佳狀態 不管你想要複雜的3D繪圖 還是極致的遊戲體驗 甚至是火紅的深度學習 這張Zotac旗艦卡搭配intel旗艦處理器 絕對都是一個極佳的選擇 好的CPU加顯卡 當然要配個猛的螢幕 才不會浪費每一絲的性能 ASUS XG27UQ 擁有4K 144Hz的強大規格 IPS面板且支援G-Sync以及HDR 一毫秒的反應速度 綜合起來完全就是玩家的夢幻異品 另外它的角座也支援上下調整 以及左右擺動 螢幕也能90度旋轉 功能與性能完美呈現 SSD的部分 我們採用博地的VPR-100 ETB 可能有些人對於這個品牌有些陌生 但它在國外也是討論度蠻高的潮牌 除了散熱片漂亮的RGB燈飾 它也有高達3300和2900的讀寫速度 強硬效能 一點都不會愧對於它帥氣的外觀 電源供應器 身為電腦的心臟 我們採用了全焊的Hydro G Pro 750W 金牌認證加上獨家的三房圖稱 不論是轉換效率 還是耐用度上都有一定的水平 那廠商當然也很阿薩利的 直接把保固給你拉到10年 750W的大瓦數 才能支撐得住10900K 加上RTX2080這兩個怪獸的效能 另外這個電源供應器也搭載著FDB 液態成軸風扇 在散熱與靜音之間不需妥協 最後我們來聊聊機殼與散熱器吧 這次我們選用的機殼與散熱器 是來自瑞典潮牌Fractor Design的旗艦機殼 以及Celsius Plus S36 Prisma 機殼正面有一種Creator的風格 側面看又是一整面的玻璃側透 向大家展示著豪華的內裝配備 右翼的機殼空間以及擴展性 配上顯卡直立支架 展示我們Zotec GeForce RTX2080 完全就是為了我們這次工作電競機而生阿 而壓制10900K這支猛獸的工作 如果連Celsius Plus S36 Prisma都無法升任的話 那可能其他水冷也很難達成了 Celsius Plus S36 Prisma 不但擁有強硬的解熱能力 炫炮的RGB風扇也是一大亮點 陶瓷水泵內建消音模組 在提供強大的解熱能力同時 卻不會有太多的噪音 讓我在工作或者遊戲之餘 都不會受到過多的噪音干擾 講了這麼多 還不如趕快進入大家最關心的跑分環節吧 我們選用了最新版的Sysmark 25 作為跑分軟體 Sysmark是一款付費的綜合應用跑分軟體 例如Office、Adobe、Chrome、解壓縮、影片編輯等功能 它都會進行實際的測試 在CPU預設而記憶體使用 XMP超頻值3600MHz時 這個部分我們測得了1603分 基本上就代表它可以完美的 升任日常所有的工作需求 而常見的3DMark Time Spy則是跑了11590分 Fire Strike則是高達23218分 而使用Intel自家的Intel XTU超頻值 全合5.1GHz之後 Time Spy分數則是來到了11739分 Fire Strike則是又更進一步的來到24324分 而身為地表最強遊戲處理器 自然是不能少了遊戲的實測 我們這次採用 CSGO、Apex Legends、PUBG、GTA5來進行測試 目前顯卡驅動也更新到最新的451.67版 在主流的108MP效能全開之下 CSGO的FPS維持在250幀以上輕輕鬆鬆 而Apex Legends整體的效能測試 平均幀數來到了143幀 CPU佔用率則在25%左右 偶爾會超過30% 看來這對CPU來說完全不是壓力 而PUBG這款較吃CPU的遊戲 不論是跳傘還是落地成河 而不是是落地對槍才對 基本上幀數都保持在200幀上下 CPU也才佔用30% 雖然說我玩吃雞玩得非常吃力 但對CPU來說就有如兒戲 應付自如 而經典的評測軟體GTA5 欸等等我剛剛講遊戲嗎? 喔不是我講評測軟體那沒事了 GTA5的表現依舊符合期待 在特效全開的情況下 基本都能維持在100幀上下 少數較複雜的場景會有小吊幀的情況 但也能保持在80幀以上 CPU使用率幾乎都在10-20%之間徘徊 最高也不超過30% 我們把CPU超頻值全合5.1GHz時候 因為FPS Monitor實在是沒有辦法顯示在CSGO 而它的進步幅度也不是那麼明顯 因此就不多做介紹 Apex Legends的幀數一樣保持在144左右 但CPU的使用率確實降低了一些 整體而言大約降低了5-10% PUBG的幀數平均多了5-10左右 CPU使用率也有小小降低一些 而在特效更多的場景 例如汽油爆炸、滿地火焰 也都能維持在150幀以上 遊戲的體驗實在是非常好 GTA V則是受到了顯示卡瓶頸的關係 整體而言提升有限 CPU的遊戲表現基本上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不得不說RTS 2080 真的比我的舊電腦強太多了 遊戲畫面和流暢度提升都非常大 搭配上i9 10900K CPU佔用率實際都不高 頂多就三層而已 挖個四核心出來跑遊戲 都有刃有餘 對它來說根本就小菜半碟 剩下的效能 假如說你是一位遊戲實況主的話 玩遊戲同時再開個直播或是錄製軟體 其實都還有很大的效能空間 說真的這台電競工作兩用機的 各個規格和配備都是一時之選 外觀造型我也相當滿意 當然工作起來就會更有幹勁 這次所組裝的這台工作電競兩用機 效能算是非常符合我的預期 不論是遊戲性能還是跑分都非常的不錯 Core i9 10900K 果然沒有愧對於地表最強遊戲處理器這個稱號 之後有緣的話 我們再看看是否能用這顆10900K 來組裝一台ITX小核彈主機來和大家分享 所以記得按讚訂閱Enterbox頻道 想看我們開箱什麼產品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錢夠了就會去開 好啦不要忘記訂閱Enterbox 我們下次見掰掰